万万没想到脱离了皇教主的baby 凭借自己的本事也能撑住一片天 这边和宋以其乐四番大战还没结束 那边又和顶流idol蔡徐坤 整出了一段忘年姐弟恋 起初是baby的圈外闺蜜 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张 和baby同坐游轮的照片 本来姐妹俩游玩发个照片 炫耀炫耀也没啥 但是没过多久 网友却在照片中发现端倪 照片里游艇的后视镜中 反射出了一个男人的身影 而这男人怎么看 都这么像是蔡徐坤 吃瓜群众为了证实这个猜想吧 蔡徐坤最近形成扒了个底调 果然这不扒不知道 一扒吓一跳啊 蔡徐坤不仅穿了类似的黑T 就连晒出来的游艇 也和baby发的一模一样 一男一女出海游玩 女方叫上好姐妹做陪 好家伙 这故事背景放在鱼圈 也不是不可能 但双方粉丝呢 这一看还得了 顺藤摸瓜 就找跑了baby闺蜜的动态下留言 想要个合理的解释 可没成想 这闺蜜不仅没回答 反而还火速删除了照片 这种此地乌云三百两的操作 更是让不少 吃瓜群众所谓的 绯闻恋情深信不疑 顶流鲜肉 爱上离婚带娃女明星的帖子 在某伴小组 以短短十分钟的时间 盖了两千多楼 迅速冲上了热搜第一 热度还一直高居不下 而就在吃瓜群众 脑补出一场恋爱大戏史 跑男的另一个成员 黄许熙站出来 发了一段冲浪视频 还顺便澄清了绯闻 所以从头到尾都没什么 单独旅行 也没有什么恋爱大瓜 闹了这么大一出戏 竟然只是同事组团游玩 可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团结 竟然上到恋爱的地步 要说这背后没啥 还真没人信 所以吃瓜群众 也都心有灵犀的 往一个地儿猜 果不其然 在网友的申发下 这个造谣的人 被扒了出来 竟然是大宝贝的脂粉 脂粉顾名思义 就是脂粉 他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潜伏在某种群体里 必要的时候 为了热度带的节奏 简单来说 他们就是靠这个来赚钱的 一般和艺人的工作是有联系 而这次造谣蔡薛光恋情的人 从三年前 baby被传婚变开始 就不断的给baby拉CP炒作 上到距离下到综艺 可以说baby能有今天的热度 一半都得归功于这些营销 而这次的恋情 咱们虽然不敢肯定 但也有理由怀疑 会不会是蓄谋一久 首先呢 baby作为85花成员 但目前为止混得最差 拍戏演技受诟病 和黄教主离婚的传闻 整天不断 再加上经常混迹 各大综艺中 早就成了一个综艺咖 前两天和宋以奇的 斯基纳战 对他来说 完全就是一个警告 蓝太之宋以拿太电脚 就是因为他们甚至 大宝贝离不开这个综艺 所以就算被欺负拉塞 为了事业 他也不敢吭声 而估计他也甚至 如果长次一往的这么下去 没代表作 也没热度 他迟早被提出一线的行列 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需要一个出圈的话题 来稳住地位 而他恰巧身边 放着一个流量高 还单身的男艺人 他自然不会放过 至于蔡西宽 还是强行被带出场 堪称整件事的无辜担当 好在后边的成青 及时和大宝贝撇行了关系 不然他之后的发展 很难不受到影响 而如今眼看这场大戏落幕 baby成功地获得了流量 虽然咱们有确切的证据证明 但他炒作的嫌疑确实很大